《六十歲遠慶丹》被擦封公主,玻璃大王老公也要下跪情安。 《六十歲遠慶丹》曾經是周星馳電影《唐八虎點秋香》演石榴姐。 近日她和大家宣布,因為平時都會幫人,不小心被人提名做公主。 這次頒發的機構是菲律賓政府,獲擦封為穆斯林公主。 鄭蕭言要她玻璃大王富商老公黃乃洋下跪情安。 遠慶丹表示被叫石榴公主很高興,如果去馬來西亞申請老公做拿督,在機場可以走紅地毯。 她展示證書同時自爆,她的真名叫遠慶丹,英文字是傾,根本就是王族,所以賣頂皇冠來獎勵自己。 早前遠慶被傳適應,她說根本沒有上過退休,做了公主,仍好喜歡工作,只是暫時不接戲拍。 因為農年會很忙,要在內地做直播之餘,還想將這個產業帶回香港,有時間又想開個講健康的頻道。 臨風雙隔八年密謀紅館開秀,攀與同門張天賦陳雷合作。 臨風日前到電台宣傳新歌,自從2016年第五個個人演唱會後,她坦然喜歡舞台,更鍾情在紅館。 因為紅館很有凝聚力,每一次彩排,她都會躺在紅館的地板上,就算沒有觀眾入場,也感受到力量。 臨風又透露,正與唱片公司商討年底或開演唱會的事,計劃兩三個月再出一首新歌。 她又眼見這幾年多了很多年輕歌手唱得又作得,希望有機會與同公司的MC張天賦和陳雷合作。 說到與太太張興月對女兒格格的管教問題,臨風說不會太中雷雷,希望趁她這年紀讓她知道規矩,其他就由女兒自由發揮。 臨風說不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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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